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近在運通 各位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旗鼓宣昂 我是張宣 那麼佳宣先在這邊 預祝大家週末假期愉快 好 我們先回到昨天凌晨 美國的FED沒有升息 符合市場預期 好 你看到道雄指數 在宣布不升息之後 哇 急拉 急拉之後又急殺 為什麼會這樣 挺簡單 沒有升息是利多嘛 對不對 拉這一段嘛 然後呢 現在不升息不代表10月不升息嘛 10月不升息不代表12月不升息嘛 所以又打回原點 那會變成怎麼樣 特別好 很簡單嘛 從去年到現在 一年的時間 大家都已經在預期 美國要升息升息升息 其實過去這一段時間都瀰漫著要不要升息的這個議題嘛 可是股市還是照他的路走他自己的路嘛 所以很簡單嘛 既然你的時間點是不升息 那股市也會走到他該有的行進的軌道 那你問我美國他要怎麼走 簡單的就是經歷嘛 經歷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重點啦 特別你先看喔 這個是我昨天在節目中跟大家講的小時線 小時線 那基本上他是有一點點形態出來 那如果說 我說如果要走對稱 昨天的位置在這邊 你把他對應過來 這邊有一個起跌高 然後呢 這邊又有一個回測的低點嘛 所以你對應到這邊 他可能要交代高點 可是也有可能要先回測 先上還是先下嘛 這是問題所在嘛 那我也不能跟你保證說 昨天晚上的美股到底要不要升息 或是不升息 他的走向會怎麼樣嘛 所以我們昨天告訴大家說 假設不如預期會下嘛 有可能要先下嘛 符合預期他有一個 這個要交代高點 那到時候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想辦法去做該有的動作 可是在昨天 這個事件之前 他是有可能會發生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變動 所以我們昨天也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買這個嘛 買往下看的這個東西嘛 50到52嘛 昨天收在哪裡 66嘛 其實昨天以收盤價來看是賺了25% 好 那重點來了 昨天其實是不升息的嘛 不升息 然後呢 美國 先拉 後殺嘛 反應到今天的檯面是什麼 特別來喔 開低嘛 然後呢 有一個低點才拉台嘛 因為日韓都不好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是為了策略性的去做避險 因為我認為如果說有這一個往下的這一段 他是有機會賺五成到一倍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們今天早上先做了一個動作 來 這是8點48分喔 隱暗波動率下降 代表 昨天其實很多市場人 在預期會有大方向的變動 所以那個多空的拉扯力道很大 但是今天 一早我們就看到 那個多空的拉扯是下降的 就是它會回復到 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美國沒有升息嘛 回到原來的步調嘛 那台股也會回來原來的步調 它會形成一個區間的盤整嘛 那你做這個動作的利潤就不高了 因為它的隱暗波動率已經下降了 60附近市價 除清8點48分 我讓你看一下 這是49分的時候 60 59 你在怎麼樣5556這邊 也應該要除掉 這一筆單 小賺 小賺 那這個是昨天 我們做的一個策略性的動作 那無非 就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今天直接下去 我預計是有機會賺五成到一倍 但是因為今天 多空力道都減弱 所以你要懂得去應變 我們只是預期五成到一倍 變成小賺 然後昨天策略性的 這個留了之後 也有可能是開高去加在高點 我說我會 它往上我會去K它嘛 可是實際上今天是開低 它並沒有往上 並沒有更正 它並沒有一開 一開就在上面嘛 所以今天的策略調整會很重要 同樣沒有來喔 這個是9月17號加權指數嘛 我說什麼 第三個跳空 第三個跳空通常都會來回補 只是什麼時候補的問題 然而你去算時間 到昨天19天 今天是第20天 如果以轉折來看 下禮拜一可能還有高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跳空缺口 第三個跳空缺口 它極有可能 即便今天是開低 它要來補的機會不大 甚至它還有可能往上拉 因為你也要考慮 多數兩萬比較會多單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既然這個時間的轉折還沒到 雖然我認為短線它還有高點 可是我認為要回來補缺口的機會很大 只是時間點會落在什麼時候 應該是下禮拜 那既然它要撐 那你沒有必要跟它 在這邊打空單跟它應拼嘛 所以我們的策略是 來 來 9點19分 8380 上下三點 買進做多 也就是80到83 你都可以去買 19分的時候 好 同樣我讓你看喔 這個游標在這邊嘛 好 你對照到的時間點是9點21分嘛 好 你把它對照下來 導播請照鏡 8383 這是今天的最低點 好 你再來往上看 9點21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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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 上下三點 8081 8283 8383 準到會怕死人啊 8383 今天的低點被我們命中 被我們命中 然後呢 它就是一波往上 如果說你今天看他下山你去追空 你一路一路空一路空一路被告 我們所做的動作是在這邊做多 8383 往上這一段 後面任由你在哪一個點位去賣出 都是賺錢的 這一趟七十幾點的旅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與到啦 至少我的會員是參與到的啦 這一段 所以同學朋友 那個 短線的那個看盤功力跟 時間的轉折拿捏重不重要 同學朋友你看喔 再回到這個嘛 轉折還沒到嘛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 美國不升級嘛 原有的步調走 那原有的步調就是反彈嘛 反彈嘛 19天嘛 今天20天嘛 還沒有要轉折嘛 那既然還沒有要轉折 我們就順著圓趨勢的方向去做嘛 做一趟短奪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偷偷你看喔 最近的行情 當然我知道不是很好操作 你看喔 這邊平台式整理嘛 對不對 平台式整理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 這樣嘛 我們是不是先空 補掉 173點這一段嘛 然後反彈也做多啊 這一段嘛 再來呢 8030空下來 這一段嘛 平台式整理嘛 對不對 空多空嘛 空多空嘛 平台式整理嘛 然後呢 這邊都是有空有補 有獲利出場喔 不是在這邊做時空的 被嘎上來喔 絕對不是這樣子喔 然後你看嘛 9月14號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什麼 短多短空應對嘛 9月15號 8298放空嘛 這一段嘛 61點 9月15號 這一天嘛 這樣子嘛 這個該賺的要賺下來啊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是不是非常的靈活 8383到這邊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重點來了 朋友來看喔 還是回到這一張喔 時間點 什麼時候轉折 朋友你看喔 我說你要去 尊重一下 這個叫做季線嘛 對不對 現在漲了20天嘛 不排除下禮拜一還有一個取高點嘛 所以你不用那麼急嘛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這個第三個跳空缺口要補的機率很大 那所以接下來的策略要怎麼擬定就很重要嘛 朋友你看嘛 如果說我用去年的這個例子 去年8501 反彈到季線它怎麼走 第一次接近的時候 哇 季線是個壓力往下 第二次呢 摸到 還是回撤 第三次有帶量嘛 才突破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後禮拜來這裡你要尊重嗎 應該是要尊重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那當然還是要看這個量嘛 這個量必須要千億嘛 如果沒有千億 你提防在下個禮拜去追高喔 可是我必須跟你講 下禮拜會不會 類似這樣 還有最後的拉台 你要很很很清楚喔 我的意思說你看 你看到早盤 今天早盤去殺你去追空的 或者你不是追空啦 你逢反彈去空 你今天討不到便宜喔 下禮拜的一到二 他還是有可能 這樣先做一段拉台喔 所以該怎麼做 朋友朋友 你要特別特別的一個留意 像這些東西 我們都事先跟大家預告 從昨天的美國FED 我們心中就已經有策略了 對不對 那今天 我們就是順著圓趨勢方向去做嘛 對不對 搶了一趟短多嘛 好 那接下來 頭這邊有來喔 張老師當然 昨天有一個世代的活動啦 打電話進來的人非常的踴躍 非常的踴躍 非常的一個踴躍 那我今天特別在開放一天 因為也接近了週末 那這個世代的活動 無非是希望說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可能2800點跌下來 大家心裡會害怕 然後呢 反彈 1200點 可能 很多投票員又受限於之前大跌的行情 也不太敢去做 所以我們特別有這個活動 無非就是希望說 呃 你也看我電視看那麼久了 你如果說想要 來 驗證我的實力的話 我非常的歡迎 但是 這個世代的活動 有名額的限制 我們不希望人數太多啦 因為 有時候 人數太多的話 反而 這個 會有一些 麻煩啦 我們只 世代這個有緣人 如果說你對於我們有興趣的話 對這個活動有興趣的話 廣告跟電話 三家的利用 那進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分享 好痛 請用 預分出 吹起聽 請用起聽無分之 無分之 無好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夠得投庫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庫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振兆 其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庫 購得投庫 02-2578-3000 200-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庫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庫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振兆 其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庫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潤太精工 創新建築 賈山林乘上乘 壯力落成 城屋玉壽腹 大戶輕鬆住 20分鐘直達台北101 長庚正對面 金店面開放綠月 賈山林乘上乘 對線乘落 2431-5858 歡迎回到現場 來 投票來 下關場我們再來看這個結構 今天漲最多的大概第一個兆值 可是兆值已經很久沒漲了 那再來是鋼鐵 一樣很久沒漲了 所以 這邊 凡是叫股票都會漲 那只是說那個強弱度的問題 投票你看 生意股又漲了1.78% 我想這個階段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台股的選股方向 在看政策的部分 生計絕對是首選 這個早就是 我之前告訴你的 你看這個時間點 8月31號 8月31號 所以你看嘛 8月31號買聯合股科嘛 對不對 抠訊為證 8月31號 50到53.5 買進 534535 買完之後呢 往上 站上月季線 回測之後再上 法人持續買進 創新高 上禮拜 再大漲 這是到今天的聯合股科 8月31號買 他快要過高了 這個是第一檔 我們買進的個股 生計的部分 那 之前我一直有秀這一檔 我這個都沒有變 只是這個一直在增加嘛 所以 投票你 你現在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想 家宣的專長 第一個 大盤的趨勢方向 我一定會幫你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第二個 個股可以賺的部分 你真的不要放棄 你看 像之前 我們告訴大家 宏傑科27% FIEET到今天也47% FIEET 可不可以你看 今天在創新高啊 我們買在785啊 三個禮拜的時間 這快五成了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現在的股票在中小型的部分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上櫃優於上市 然後上櫃裡面 生技股 我們第一檔做聯合股 生技股又是最強勢的 所以同學你看嘛 我們已經找出來了嘛 就是上櫃的生意嘛 9月7號嘛 那帶領生意指數往上 一定是號頂嘛 生技股往號頂 2號白喔 9月7號2號白喔 後面你看到怎樣 不斷的往上 插一檔漲停 起55塊啊 下跌 只有一天下跌 可是如果說 你還在考慮的話 那個機會稍縱即逝 你一個猶疑不決 投資朋友 又出去了 再創新高 你看這次昨天 他也有給你機會喔 就好比這邊 如果你覺得說 這邊已經太高了 投資朋友你看 這是今天的號頂 380 9月18號 他最高已經來到380 然後你去看喔 9月7號 280 9月18號 380 100塊 11天 不到兩個禮拜 他漲了100塊 10張就是100萬 所以有時候股票 他進行了一個 如果說 那個主升段 或者是那個趨勢的方向 出來的時候 會漲到你不相信 你越是看 越是等 他就是越漲給你看 可是這一切的一切 是不是就從9月7號 我告訴你開始 第一檔的聯合股科 到第二檔的號頂 然後到 後來我是不是有蓋牌 這個叫做 我當時候說 新藥跟號頂 有機會比價的 因為他已經轉虧為贏了 後來你知道他叫安城藥 這個拉回是機會 昨天亮燈 更正前天亮燈 昨天跌停 這個投股市場就是這樣 漲停的時候 所有的分析師 他都有 可是昨天的跌停 有多少分析師 有在跟你分析安城藥的 大概很少 我昨天說 因為他的GDR197 折價發行 所以246 跟這個距離有點遠 所以他打回來 那我昨天也跟你分析說 一般公司在訂那個 GDR的折價 大概都會折現股 大概一成 因為你GDR要低 人家才會去認購 如果說你的股價 都比GDR還要低 那買現股就好啦 所以我昨天也跟你分析說 基本上 197 加一成上去 就是他合理的股價 所以在217會止跌 有沒有你看喔 今天安城藥 最低多少 220 所以不中一不原意啦 交代一個低點 就上去了嘛 可是你看到那些 其他分析師的那種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那種面目 長上去又有了 跌下來又沒有了 長上來又有了 有沒有你要跟這種分析師嗎 你要跟的就是 扎扎實實 認認真真 不論是大盤 或是個股 都給你解的非常細的分析師 這是在生計股的部分 好 朋友你看喔 看美國看中國看政策嘛 啊美股在幹嘛 整理嘛 中國你要特別去留意喔 我們在昨天跟大家預告的 一檔中概百貨拉上漲停 下禮拜上陣指數 月線要扣低 他非常有機會 我也看到藍天他出去了嘛 朋友你看喔 今天還創新高嘛 我說不用著急 後面有更強的 十一長假受惠 同裝單獨二胎 本益比只有9.5倍 剛剛突破下降願意線 昨天在這邊 講完之後 今天收最高 特別你看嘛 這個算性是一樣的 在這裡 長在這裡 怕你出去了 十一長假受惠 還有一檔中概百貨在這邊 昨天還沒有出去喔 本益比只有7倍 上半年獲利4.08元 你如果去認真找 你要找一定找得到啦 話才剛講完 你看 昨天講而已 今天亮燈中概百貨 突破了 你看喔 昨天是不是還在下降壓力線 今天已經按耐不住了 所以你看這兩檔 如果說你都有跟上我們腳步 你看 一檔收最高 另一檔中概百貨 亮燈 你看我都講在前面喔 所以突然有來喔 這個上陣2S 我們第一趟 突然有來 賺了多少 兩成 接下來 上陣2S 跟路股有連結的 我們第一趟賺了21.5% 接下來如果說下禮拜有機會的話 這個上陣2S 中國的部分 也是我們會去琢磨的 那回過頭來 投票你來看喔 這個大盤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在這邊時間點 你要拿捏得非常非常的精準 我再講一次 第三個跳空 要補的機率很高 可是轉折會出現在哪裡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今天會做錯喔 投票你看這是今天的行情 殺一段之後拉上來 可是一般投資朋友會受限於行情 你會覺得說啊 完蛋了今天早晩殺的好兇 可是你沒有考量到 這個轉折還沒出現 既然還沒出現 今天是第20天嘛 8383今天買進做多 買完之後 一路往上 這個往上的73點就是你的 可是如果你做顛倒 今天一路空坦白講 都是賠錢的 所以接下來 行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投票來喔 今天 20天嘛 後禮拜 21天 所以我已經幫你規劃出來了嘛 季限 這個量能 要有潛意 啊不 我認為會這樣走啦 這是去年 也在公計線 850要公計線 所以這個 上下擺動的行情 不是一般人 這個 這麼好做喔 所以投票沒有來 趕緊利用我們今天的一個 世代的一個活動的機會 張老師很少在用 世代的這個活動 那無非是希望在 這個難操作的過程當中 幫助大家 那當然這個有名額限制 如果說你有看到 及早來做報名 這個 名額 額滿就結束了 好不好 希望大家 來共襄盛舉 來驗證我的實力也都OK 好不好 最後祝大家 下周超出聲音 我們下周再會 謝謝 請 頭痛 請用 去啟聽 請用啟聽無分之 無分之 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00-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不是说好 你要一辈子在一起的吗 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总之之说 ningún 有所挑战主意的 那么我 还没有 总之说